2018這個9和1大選就知道 你如果想想把韓國瑜 這個因素拿掉 如果今天不是韓國瑜代表 國民黨出來選高雄市長 你就開始幻想回去一下 整個的場景會是怎麼樣 如果他的場景是這麼冷的話 我想國民黨要獲得 這麼大的一個勝算 其實是不太可能的 所以人慶就是韓國瑜所說 那個死 要起來 那個死一定要起來 這個死起來 你就必須要有一個 能夠帶動風草的人 無疑2020的選戰當中 也一定是如此 所以大家都說覺得說 2020的選戰當中 你一定要有新的思維 是不是新的面孔 不是說那個人是 一定是年紀的關係 而是選總統這件事情 算是一個新的面孔 可能帶動更多的一個討論 討論多了之後 當全民都把關注點 放在這個地方的時候 其實整個事一起來的話 才有辦法造就2020 類似你剛剛所說的後裔 有沒有機會再投入一個 最大的一個影響度 不過就這個影響度來去看的話 很多人就特別跟韓國瑜也提到了 他在6月之前 國民黨選選選舉這個候選人之前 還有在2020選總統的時候 他必須要把高雄的經濟弄得很好 因為他絕對是一個指標 如果他在這麼短的時間當中 像是文切 他去2月的觀光大使 如果有辦法讓人民稍微有感 所以還沒有到所謂的經濟轉型 這樣一個層面 因為畢竟要長期的一個規劃 能夠讓人民有感 在6月這個決定的關鍵點 能夠讓人民有感的話 大家對國民黨會有信心 當然這個時候 我們檯面上的這幾個候選人 如果大家對他的討論度不是那麼高 然後大家覺得 這樣的人物出來當中的話 其實大家覺得就是這樣子 就是只有這些 當整個事沒有被起來的時候 其實對國民黨來說 也是相當的一個不利 不過就我的理解來說的話 韓國瑜會不會投入這場選戰 目前為止 我們還看不出一個端倪 我們只能說 目前所有的可能都有不可能 不可能都變成可能 因為這個選戰 實在是千變萬化 我從韓國瑜的三商肇事第一場 站在鳳山那個場當中 我就覺得 韓國瑜可能會輸10萬票左右 當我第二場到齊山的時候 我覺得他大概2萬票之內有可能 到最後那一場的時候 我覺得韓國瑜你真的有機會 這三商肇事 也不過就這麼短的一段時間 就讓我們覺得 整個東西是瞬息萬變的 然後你說總統大選 目前我們檯面這次選 我們當然很希望能夠 是有黨那個公平制度的方法 可是如果你選出來這個候選人 到時候民調一排起來的話 如果還是這個樣子的時候 國民黨是需要思考 但是我還必須要強調 因為這時候的民調 是因為大家都沒有 還要抬出一個主張 所以大家只能憑你的好感度 裡面沒有韓國瑜 沒有 但是你不要 對 因為目前為止 大家不認為一下 目前他的口風 還沒有覺得說 他有做這樣的一個選擇 但是我還是要強調 其實有些人把韓國瑜放進去 但是他的支持度 其實跟柯文哲來比的話 並沒有贏過他 因為大家都還是把 大家都還是把韓國瑜參選 當作就是一個選擇 可能性很低 但是你如果是到這個層面 這個東西還會有一些的消掌 因為大家都還沒有確定 真正的一個政策策略 到底是如何 我覺得這樣的一個民調 到6月之後來去做 可能比較能夠提供 那時候柯文哲會不會那麼高 我真的不覺得 你同意嗎 應該都推選得贏 我們現在對外的說法就是 我們很希望能夠選出一個選得贏 問題是每一個的人都認為 民調都不準 只有他自己做得最準 所以每個人都認為 他是選得贏的 這是最大的一個招門 我反對說我老的陳輝文 最高指導原則推 懂得老百姓痛苦的人 不是選得贏 但是懂得老百姓痛苦的人 就會選贏 才選得贏 我覺得台灣現在要從政 其實台灣這個 我自己1998年的時候 當時我有幫謝長廷站台 最後的時候看了一下 那個其實吳敦義跟謝長廷差距很小 新黨推了一個人拿走了五千票 所以這是非常僥倖 贏得選舉的其中一個原因之一 高雄到後來 從高雄市到高雄縣 尤其是高雄縣 他會一直變成深綠的選區 其實跟楊秋新那個時候 他的執政永遠施政買一度 是第一名有關 陳菊在陳水扁下來換馬英九 上來以後施政買一度也就往前推 所以我常常講說台灣的老百姓是 自己會去看誰做的好 誰做的不好 所以回頭來看很多事情的時候 我其實今天話講很多 應該把時間留給大家 但我最後要講一句話就是說 台灣現在其實好多台面上的人 蔡英文你也享受過2016年 很多人對你萬民擁戴的掌聲 然後大家也排隊 然後也拿你的紅包 你給了這個國家什麼 老百姓給了你好多 你給了這個國家什麼 那我們現在想要參選的人 也都曾經參選過很多不同的職位 老百姓也都給他們很大的掌聲 很多的票 每一個人可不可以問自己說 我值得老百姓對我這麼好嗎 所以我真的很想跟這個 我不知道是 就是說你看韓國瑜會翻轉 那麼深綠的一個地方 那個翻轉是什麼 是太窮太苦了 他怎麼會去選一個外省人 我其實坦白講 就從我們所有了解政治的人來講 他有可能去選一個空將 第一個空將 第二個一個外省的軍事 不要說台語 台語說得不錯 台語說得不錯 沒問題 跟我差不多 台語比你更好 台語比你更好 文憲 文憲姐你現在台語比他好 還比較好 沒這個事 但我要講就是說 文憲今天受到好多的傷害 對 你們在節目當然要給我精神補償費 OK 好 我要講就是說 其實對韓國瑜的支持 是老百姓的痛苦之術 韓風 韓流的背後 除了韓國瑜個人的魅力之外 後面都是老百姓的痛苦之流 所以我希望所有出來參選的人 可憐一下台灣的老百姓 台灣到處都是這個關門 那個關門 這個關門 那個關門 從南到北這樣子 文憲姐我可不可以打差一句 只有高雄的老百姓痛苦嗎 沒有 所以台中也翻 但高雄被藏了最久 文憲姐沒有Cue到我的那個 他那是誘導式問句 你的問題 我聽說只有高雄的老百姓痛苦 沒有 全台灣 所以韓國應該選總統 我自己Cue我自己 這是你的結論 對 我的結論 就是這樣 因為你國民黨基態 所以你賣贏 我再打差一下 因為柯文哲說 柯文哲說他六月在決定 我想請問國民黨和民進黨 你們在六月之前決定嗎 你們現在決定 所以柯文哲決定 他們在決定 這個主持人這問題非常清楚 到底誰 時間站在誰哪一邊 誰能夠撐到最後來決定 我認為是藍綠兩黨 而不是柯文哲 你看柯文哲這次黑黑黑 那你國民黨 我們先推出候選人 這樣柯文哲說 我這個會贏嗎 這個會贏嗎 這個會好好不好 你就等於是把戰略位置 讓給柯文哲了 所以國民黨和民黨 要不要這麼急的 推總統候選人出來 還是說我的結論 我希望 我覺得你在柯黑的路上 拚命卡位 因為王世堅沒來 不是 我的意思說 是不是 是不是韓國瑜 韓國瑜市長 是不是也等到六月 你現在也不要把話說死 沒有 他是後裔 六月的時候 把四顆太陽射下來 所以我再來決定 四顆太陽也要中秋節 應該要等於八月 文哲提出一個觀念很好 就是說你要選一個 懂得老百姓痛苦的人 我覺得這個概念是很好 但是我們也同樣要選出一個 能夠改善或是解決老百姓痛苦的 有能力的這個人 我覺得一個是懂台灣的 老百姓的痛苦 一個是要能夠解決 老百姓痛苦能力的人 我覺得這個是兩個必須要合為一 應該是總統選了一個 對的行政院長 我覺得行政院院長是總統選 但是我覺得我們選的是總統 所以我們選出這樣一個 有能力的人 他就會去找出那麼適當的人 來當這個行政院院長 我們常常會看到 為什麼這個總統表現不好 是因為他常常把一些 好的人都找來 但是都擺不對的位置 擺不對的位置 常常都是會造成 最大的一個傷害 因為把這個人也招到 把這個事也找他了 所以找到一個對的人 然後他能夠把對的人也能夠找到 然後也能夠擺在對的位置 擺在對的位置不容易 因為事實上我們看到很多人 他不應該擺在那個位置 他被擺在那裡的時候 他表現不出來 所以我覺得擺對位置 也是很重要的 但是我們還是在強調一點 就是說選這個總統跟選這個立委 確實是不一樣 我剛剛說選立委比較像區長 文健說比較像里長 我覺得我支持文健的一個說法 確實是選立委比較像選里長 因為他要做非常道地的 一個基本的選民的服務 他是基層的工作打得很紮實 所以這個 但是總統不是 總統很多時候選民對他是 一種印象一種感覺 就是說這個人是好人 例如說當時選馬英九的時候 很多人就是像李敖 我那時候後來跟李敖 也做了很多的溝通 李敖常常會批評馬英九 罵他罵他罵罵罵 罵完了以後 他會帶一個結論說 但他是一個好人 他是一個好人 我就會跟李敖說 我說給老百姓帶來很多痛苦的人 絕對不是好人 或是對於很多的問題 對於很多事情只考慮自己人 他的人格 人品是OK 但只為自己人 絕對不會是好人 所以我說 但是只要你李敖邦 馬英九你說他是好人 他的所有的錯都是可以解決 為什麼 都可以原諒 因為好人 他的所有的缺點 都可以被接受 也就是說我們選民很多時候 到最後事實上是選一個 一個印象 就我對這個人的 直觀的一個看法 因為總統不是一個 在地的選民服務的 這個時候我們要選一個 什麼樣的一個總統 我覺得這是一個 對台灣來講 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問題 所以選總統他是很 他不是選里長 他是選一個概念 選一個這個人的人格特質 我們要不要接受他 剛剛一直提到了 目前來講 就提到三個候選人 不管是民進黨的蔡英文 現在文件已經告訴我們說 蔡英文到目前為止 沒有存好心 所以不是好人 假設 我是用這樣推論 我是用這樣推論 挖動給你票 就是他沒有存好心 我們希望他有好心 沒有存好心的人 絕對不是好人 我們就把他放一邊了 然後馬英九 賴教授 你快要被文謙列為 不是好人了 不會 文謙我們兩個的交情 他沒有問題 但是我們可以知道說 假設蔡英文現在代表民進黨 我們把他說成他不是好人好了嗎 放一邊 我們再問的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柯文哲 其實柯文哲的支持者 是越往南走 他的支持力越大 其實這一點不要小看柯文哲 所以邵婷在這裡面 你是最支持柯文哲的 因為我住南邊的關係 因為柯文哲 柯文哲在台北市的 我們所一直在做民調裡面 他的台北市的民調 並不是最高 蔡英文的問題 跟馬英九問題是一樣 是他們充滿了政治算計 如果你跟他沒有政治厲害 他是一個都不錯的人 但是他們的政治算計太多了 就是一旦有政治算計了以後 他們就不了解老百姓的痛苦 其實我覺得韓國瑜 就是最沒有政治算計 我覺得他選舉的時候 剛才文哲姐講到最重要的一點 他把高雄人的痛苦講出來了 謝謝 就是又窮又老 我好像是痛苦大事 那個時候民進黨 也是一直批評韓國瑜 所以他其實從樓到尾 選舉的主軸就是告訴大家 不只告訴高雄人 告訴全台灣人 高雄是他從一個台北到高雄 觀察一年看到的東西 所以為什麼這些民調 現在沒有韓國瑜 韓國瑜他剛剛當選 沒有做任何事 他為什麼要被他提出來 當做一個總統候選的一個比較 他人氣最高 他人氣高是在選舉的時候 他把真正高雄人的痛苦講出來了 我也呼應我們賴教授的講法 他現在在做什麼事 他現在在做解決高雄人痛苦的事情 如果這半年他解決得了的話 至少讓人家覺得說 有解決掉一些痛苦的話 好比說這些觀光的棋手勢 帶來的人潮 給高雄人的一些信心跟希望 為什麼那麼多高雄人 要排隊去拿這個紅包 剛才你說蔡英文會在那邊按說多少 百萬九 百萬九會按說多少人來 我跟大家講 他今天早上去排一個對事 他已經講了我只發500個 結果排隊那指揮等於是說 到這邊而已 到這邊而已 後面又排了好一千多人 大家就是要排 就想說他會不會再加碼 所以今天大家對韓國瑜這個紅包 是因為韓國瑜 帶給高雄人一個希望 很難想說六個月後 如果他的這些可以幫 他做的這些東西 如果幫高雄人解決一些問題的話 他搞不好在參選總統這方面 他的聲浪就會大起來了 這都是有可能 你們高雄人要很緊張 韓國瑜快被搶走了 為什麼要緊張 他服務更多 資源更多嗎 剛才文件不是說 很多是要中央解決的 對 我在高雄 我解決不了的資源 當然要靠中央來解決 事公主要靠太大 因為我可以去發 dollar 事公主要靠太大